像同修就有问题了 说我在做家务的时候 可不可以听经啊 那我不能回答 可以不可以 我要怎么回答 你今天做家务的时候 你听经可以听得很清楚 很受用 那你可以听 假如你在做家务的时候听经 家务也没做好 经也没听清楚 那要调整调整 因为你不得受用了 那我们可以换一下 你做家务的时候念佛 尤其托地的时候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有节奏的 早上一起来刷牙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只要不用脑的时候 佛号跟着节奏 都可以念的 所以我们修行 这一句师父领教们 修行靠个人 很有道理的 我们不能依赖老上 尤其要自己要自己去领悟 你看修行 修行成就的人 修行成就的人 感谢他的老师 没有给他说破 没有给他说破 点到为止 让他自己好好去领悟 可是我们学习的习惯 你赶快告诉我吧 全告诉我吧 我们的习惯是什么 学知识 我自己 开始学佛好多年了 这个惯性转不过来 都是灌输性的学习 喜欢抄笔记 抄好多本 抄完之后一本也没看过 不抄好像心里不踏实 所以你看老上 去根理老学 你就专注听 不用抄笔记 那可能我这么一讲完 有人要生烦恼了 哎呀 我不抄笔记 好像听完 啥都想不起来 假如你抄笔记 还会看 还会有受用 那你就抄吧 法没有定法 但是假如我们真的抄了以后 从来没看过 那不如专心听吧 我什么都没说 大家也什么都没听 这个佛门这些话很有味道 说而无说 听而无听 我假如说而有说 我下去之后就会盯着某个人 你有没有照我说的做 人家没有照做了 我就生烦恼了 说而无说 我们当老师的假如说而有说 每天就变警察了 我昨天才讲 那听而无听 那听而无听 这个无听就是你没有落一个执着点 你是心神领会 所以有一个故事说 传说这个张三峰要传给张无忌太极拳 无忌注意看 他就把太极拳打了一遍 打完之后问张无忌记得多少 他说施工记得七八成 好 再看一遍 他就打了第二遍 又问张无忌说 施工只记得三四成 好 再看第三遍 打到一半 张无忌说 施工我全忘了 张三峰说 好 就是这样 不是记外在的什么 招数 你记那个招数死的 你记的招数就在那里硬透公式 你领会的是什么 原理原则 万变不离其中 这样才能活学活用 所以十年因缘里面 老儿上和盘拖出 他怎么跟李秉兰老师学的 老儿上说 这没法教的 老师讲一句 你会一句 死的 不能变化 你得长期跟随老师 然后 长期跟随 你掌握了老师的理念 老师的思想体系 老师教学的原理原则 方法 你掌握住了 灵活运用 所以佛法讲 不能走向 我曾经 看到 有同修 上去副讲 老儿上讲的 他才三十岁左右 结果他讲的语调 跟老儿上一样 老儿上那时候都八十岁 一个三十岁的人 讲话跟八十岁一样 连表情他也做得 跟老儿上一样 我看的鸡皮疙瘩都行 所以我们这个着相 也是一种习惯 我们要学老儿上 三不管 你得有老儿上的福报 老儿上有韩馆长护士 那他有护法 今天你已经有执事了 我说我学三不管 那还得了啊 世间人看到我们不负责任 你有那个名 你就要尽那个责任 不然叫失职 所以我很怕挂名 你挂了名 你没有尽那个责任 你要负因果责任 所以我探不了 虚名太多了 挂上去你不静止不行 我在汉学院 三个班的班主任 你挂了班主任 你不关心同学 你失职了 所以老儿上的法 你得看自己的因缘状况 你不能拿这个 我三不管来推卸责任 那不行的 那我们表的话 连世间没学佛的人 他都不可能认同我们 世间人 他当爸爸他有责任 他当领导他有责任 他怎么可以不管 当然 你当的总干事 还是可以三不管 什么 心上 事上可以管 心上 半晚就放下了 怕的就是那个管人的心 控制要求上来了 甚至于什么 太操心的性格了 事情都已经交办完了 还一直挂在心上 这样就不好了 这个都是练心 所以夏年居老居士讲得好 这一句法语当中 含一切境界 我们真的太有福报了 遇到释迦牟尼佛 遇到那么多佛菩萨事件 遇到那么多的祖师 你看我们眼前 老和尚 夏老 黄老 礼宾老 海贤老和尚 张家大师 方教授 我们讲到了 红衣大师 这么多人 都是来成就自己 而且他们一句法语 就含一切了 重点是我们要珍惜 珍惜表现在哪 放在心上 真把它用出来 我们看 印光祖师一段话 好短啊 无论在家出家 必须上境下河 忍人所不能忍 行人所不能行 待人之老 成人之美 大家熟悉这一段法语吧 这里面有三浮六合 三学六度 普贤十愿 呢 OK